最近有一回香港行動者團隊 下一個報告 他們接出說 國安法是利用法律來手段 來函制香港社會 但是有一些企業跟民間疑惑 甚至是一般面臨 總之心臟的情侯也越來越嚴重 我們眼淚是對於威智的事情 都是會有一種恐懼 那其實這份研究報告 就是他就是要把這種威智的恐懼 就是打破 威智控制空年 香港國安法廣播到達 已經三年 最近一份又沒站名的 香港行動者造成的研究團隊 經濟兩千多條新聞主審跟荒丹 公布一份國安法實施後 對香港的影響 發現港府有哪位法律站面影響自由 也有透過法律的手段解決影響 政府和他的一些機構 在批准這些資助 還有這些展覽場地的時候 對申請方就是進行一些政治的審查 法外的手法 就包括約談跟中騷擾公民團體的成員 世界表示民間機構也因為這些官員開始進行 自我審查 請求輸進的表演長隊 會技術做長隊 讓有政治正義的技術 不過也只出在國安法之下 未來香港推出的很多 和這個自由的法論 用事都保留很多不清楚的空間 讓民眾加黨自己的主要審查 世界表示希望透過這份報告 讓香港民眾通知香港國安法 保證對香港自由的影響 看清楚香港政府的紅色在哪裡 在自由和紅色之間 擁出民主的空間 台灣金管就進回時表現 幫透過這份報告 讓台灣人看清楚香港本身真正的狀況 記者 コメンティング 追 打破冒頭